作词 李宗盛 龙潭感跨越 是你的一切 给我一片天 少年飞跃成风 执行逼藏龙 向往人前的飞风 注定要相逢 不管岁月通通 爱乱汹涌 走遍南北与西东 透过心中的英雄 摇动一身的温风 换来一生的感动 黄启英 黄启英 今天我要为我一报仇 都是杰大靖子 杰大靖子 张大靖子 吴霍李 難怪我, 王阿彩 陸師父 他傷了筋骨 沒辦法還擊了, 我們走吧 王爺爺, 你別走 你要留下狗的命 天橋先生 怎麼樣, 沒事吧 沒事, 我身體好 喝了藥就早點休息吧 別多說了, 快喝你的藥吧 行血散藥很有效的 是 我喝了, 傷痛全燒 真的不痛嗎 不痛 你得命嗎 你們兩個受了傷還顧著玩 真的不懂得死 是呀, 師父 剛才你為什麼會來救我 我一直留意你殺鹽鐵虎那件案子 雖然鹽巴山內你不賀 但我知道他不會就這樣算了 原來師父你一直暗中保護我 陸師父不愧南拳王 不僅令我大開眼界 而且還救了我的命 否則我鐵橋三殺死鹽巴山的腳下 不敢當 是呀, 橋三, 說著說 剛才你怎麼這麼巧會拔刀相助 我因為覺得熱, 打算出來休息一下 這麼巧合遇到你 難得小兄弟你這麼有合意心腸 是呀, 我還沒謝謝你 謝謝橋三, 救命之一 不用客氣 我救你只是為了我自己 這麼多年來 我天生神力未逢敵手 就是放在你手上而壞了我的名聲 橋三, 你嚴重了 上次的比試只是… 你不用說了, 我沒怪你 但自從上次我打輸給你之後 人人都笑過紫橋三 我真不憤怯, 我太太一定要打敗你的 我人人都知道 我的鐵橋三並不是浪德許明 我明白了, 所以你不想我死 因為我死了 你就失去了一雪前此的機會 不過是一個熱血的男兒 不知道陸師父可否指點我的武功 讓我將來可以打敗王兄 這樣嗎? 師父, 不如身為橋三為徒這樣更好 萬萬不能, 我真的不敢高攀 況且我們成為同名師兄弟之後 師兄和師兄相鬥, 世上有欲私瞞 我真是希望陸師父 但我指點我的一義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難得小兄弟勝意拳拳, 委屈求教 在師在有, 對我從旁提點 謝謝陸師父 小兄弟秘力驚人, 資質甚高 陸師父, 你過獎了 但唯一的缺點是只有萬力 並沒有功夫 那是不是一膽熱力三功夫嗎 沒錯, 但不要忘記三功夫 膽和力只不過是學武的基本功 有了功夫, 就可以把膽和力全面發揮 雖然說一膽, 二力, 三功夫 其實並沒有先後, 而是一個整體 如果沒有膽量, 力和功夫沒辦法使得出 沒有力的話, 功夫就會有型無功 只有膽和力, 恐怕只有萬力 力無所用 所以一膽, 二力, 三功夫 是缺一不可的, 知道嗎 我明白了 我現在欠缺的就是功夫 力無所用, 即是我練好功夫 我的天生神力就可以發揮得到 沒錯, 沒錯 我記得了 我現在早上有一本鐵線拳的拳譜 我一直都沒有練到 沒錯了, 要由鐵線拳開始了 時候也不早了, 我要先告辭 好 他日我學有所成 一定向南條我的徒弟挑戰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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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擾揚了一天, 我也有點累了 齊英, 你就在這裡住幾天 方便我好好替你療傷 你寫封信回家, 向爹娘報平安線 不要跟他們說你在我這裡 不是你爹有誤會的了 知道了, 師父 我說去找慧南就行了 不過我真的很希望找到慧南回來 齊英, 緣分是不能強求的 有很多時候是有緣無分的 不會的, 師父 我相信我們現在只是一時的挫折 我們的緣分是經得起風浪 無論天涯海角, 歷了多少艱難 我也要找到慧南回來為止 但是要你的傷先好 要不然師父不會讓你走 好 知道了, 師父 徒兒會在這裡好好療傷 老爺… 老爺, 少爺有信回來 是嗎? 少爺的信 真好, 老爺 奇英這個兒子真是 老爺, 老爺是不是有奇英消息 你看看, 奇英的信 奇英不回來原來是為了去找田姑娘 我剛剛還想去宋家那裡問問 我好像聽你說過 奇英和田姑娘的關係你很清楚 但是現在… 我也不知道 你和奇英沒有紙情深 她不是有甚麼事都跟你說嗎 年輕人的事不理得那麼多了 聽說他們之間好像隔了一個宋小姐在這裡 兩個人之間多了一個人, 真是麻煩 兩個都是好女孩, 兩個都是這麼有情有義 是呀, 兩個是好女孩, 難以抉擇 這種感受, 你應該是最清楚的 是嗎? 不過我千選萬選 選了甚麼? 選了甚麼你心知肚明呢? 你是舊事重提 我只是無心說了一句 我也不想舊事重提的 好好好, 是我錯, 我錯 奇英已經這麼大了 我們還吵了甚麼呢? 正所謂, 英雄難過美人關 我是怕, 奇英不懂得怎麼處理 男女之間的事而已 老爺, 都是順其自然 說到底, 情愛的事 外人是很難明白的 師父, 徒兒想明天出去走走 有甚麼事? 你的傷還沒好 還是安心靜養吧 師父, 徒兒靜不了下來 你一定是心水不靈 趕著去找慧南頂了 師父, 徒兒想不通 男女情愛的事 越是想靜, 就越煩亂 天下間有多少人 能明白感情事 能不能想得通 又有多少人被愛情所困 師父, 請示我畢敬 我聽我爺爺說的 說我娘跟你有關一段情 是不是真的? 你相信嗎? 還是怪我當日自作多情 當年我受了傷 你爹救了我 那時候, 你爹娘還沒成親 你娘懂得醫術幫我療傷 在不知不覺間 我竟然愛上了她 我多謝你娘救命之恩 以我的家傳玉佩作為定情信物 就是因為這樣 你爹誤會了我們 還以為你娘異情別戀 其實你爹不知道 你娘即時拒絕我 說自己已經有心上癮 也就是你爹 我爹爹為了避免家心誤會 我唯有浪跡天涯, 鎮煙傷神 之後我亦都認不出親 還生了個兒子 真是天意弄人 人家愛我, 而我愛的是另一個人 情愛的事總是不能夠完美 叫人怎麼做才好呢 所謂原由天定, 都是任憑天意 是你的, 走不了 不是你的, 抓不住 你還是等養好傷之後 才去找他呢 好, 時候不早了 早點休息吧 師父 走 已經死了時辰了 你不累嗎 我說你, 是練不得其法 我見過人家練功 也不是像你這樣 當然不是 就是 武功的東西你們懂什麼 練功的東西我是不懂 不過, 我見過人家練功的時候 都是伸腿、踢腳、出拳、打掌等 都不像你這樣, 只懂得玩鐵環 沒錯, 三哥 你現在只是在這裡練力 也不是練武功的 就是了 你們要走就走, 別妨礙我練功 走, 走…我去找你們 走…走吧, 走吧 算了, 來吧, 我們走吧 小兄弟, 剛才我見你練武 勇猛有餘 可惜並沒有陰柔之力 陰柔之力? 看似輕柔, 其實充滿勁力 收放自愈, 無邊無際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想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好, 請問一下 你的案子 要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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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別睡了, 快起床 幹甚麼? 快找些星來綁住我 你傻得硬 來吧, 我幹甚麼? 綁緊一點 三哥, 你是不是傻了? 是呀, 我叫你再去做, 這麼多話說 這些星王很痛的 快點 是呀, 來 來, 來, 綁緊一點 好, 綁得好 想不到這麼柔軟的繩 有這麼強大的能耐 來, 用繩來綁住我 我明白了, 我終於你明白了 繩又勁剛, 力又勁強 來, 放鬆一點 來, 放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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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嗎?初伯 你幹甚麼 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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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去做事 是呀, 我們去搬東西 你... 宋小姐 你不是患了自我虐待狂病症嗎 自我虐待狂病症嗎 自我虐待狂病症? 甚麼 沒事了 看來他傷身經要復原 不如跟我比試一下 我傷患錯愈 就算被你贏了也不光彩了 是嗎? 當然, 我鐵橋三 絕對會成人之危 等他元氣恢復了 我要你嘗嘗我鐵線拳的利害 好, 奇瑛 師父, 陸師父 小兄弟 我在屋外也聽到 你說鐵線拳怎麼利害 你練武練得很順利呢? 好, 只有大師指點 不然我也練得不好 誰的大師?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我在練功 他就路過 像天上下凡的神仙指引我 本來我打算拜他為師學藝 但他跟我說了一句 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 相逢就在此地中 說完呢, 他就走了 放心吧, 小兄弟 既然他說過一句 相逢就在此地中 即是表示他要你 在你遇到他的地方練習 讓你們有機會相逢 真的? 那就好了 那位大師真是自自朱機 陸師父, 幸好有你的指點 否則我真的不知道 當初我奧妙 那位大師跟你有緣分 沒錯, 雖然我跟他沒有名分 但是他就有師父來 我一定在那個地方等他 相逢就在此地中 陸師父, 多謝你的指點 我就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拳三, 我也恭喜你 找到高人為師 謝謝, 乾杯 好, 乾杯 奇瑩, 你好像很不開心 是不是擔心你的傷勢 會影響你日後的功力 不是 因為他找不到心愛的人 師父 師父 師父知道你瞞著我 趁著我出去擺埋 就偷偷去找遺南 只可惜, 我始終都找不到她 正所謂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見面不相逢 我這件衣服有時間的話 一定幫你找遺南姑娘回來 或許你不相逢, 我相逢 翔心, 謝謝你 好 七爺, 進來 二兄, 你怎麼會弄成這樣 七爺, 請坐, 我們慢慢談 七爺, 實不相瞞 這次請你大駕降臨 希望你念在同鄉的墳上 為了我 不, 應該是為北方人出頭 是呀 在這裡的南方人 他們似世靈人 我不是早就說過 沒有分南方人和北方人嗎 其實是王奇瑩 奇瑩 他殺死了我的兒子 七爺, 請你… 我明白你的意思 也理解嚴興痛失愛知的心情 不過, 本人也認識王奇瑩 對他略之一義 不過, 他殺死我們少館主 是千真萬確的事 行了, 讓我了解清楚這件事再說 七爺 嚴興, 我這次南下 主要是想了結一個多年的心願 多年前, 我和南拳和六雅彩 聲聲相識, 而且相約比視 但是, 他突然在江湖上消聲匿跡 現在六雅彩重出江湖 所以你南下 目的是想六雅彩履行樂延 跟你決鬥, 了結你的心願 那個王奇瑩跟師父六雅彩相比 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卓仔 七爺, 只要你打敗了六雅彩 我們就可以一雪前恥 你閉嘴, 連武的人 可以找到一個好的對手 是人生最大的樂事 正所謂棄奉敵手, 張遇良才 南拳王六雅彩是我生平唯一的對手 我和他比視, 沒有任何恩怨仇恨 所以這件事根本和你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七爺, 請你釋腦 他說這些說話是冒心的 七爺, 你大人有大量 請不要見怪 好, 七爺, 今晚你不如在燕山會館這裡 住一晚吧 不用客氣了, 我習慣獨來獨往 住在客棧裡就可以了 好, 事後不早了, 妙某告辭 娘, 吃夠豆腐, 這裡的豆腐很有名 七爺, 請 七爺, 坐 七爺, 娘, 那次我被鹽鐵虎調戲 就是他幫我解圍的 七爺 蔚藍 田大嫂 娘, 你幹甚麼 田大嫂 走, 娘 你還沒付錢 讓我付錢 娘, 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你用茶伴七爺 走 娘, 這麼多年來 我都沒見你這麼生氣 我和七爺有甚麼瓜葛 你告訴我好不好 你不要逼我 娘, 我們倆母女一條心 你有甚麼心事, 告訴我 讓女兒給你分擔好不好 好 好…我就告訴你 蔚藍你聽著 那個人就是北退獲苗出風 他…他就是當年殺死你爹的人 殺我爹 忘我們家財就是那個賤人 我不想告訴你 就怕你會找他報仇 不行 我一定要殺了苗出風 是呀, 蔚藍 以你現在的功夫 今天就不是他的對手 娘已經沒有你爹了 我不想再沒有你 蔚藍 你應該報仇 田大嫂, 今天苗某在這裡 遇到你倆母女 我也覺得很恩惠 你這個卑鄙小人 我才這麼敬佩你 想不到你謀我們家財, 殺我爹 今天這一筆帳 我一定要跟你宣稱 蔚藍, 你不是他的對手嗎 苗采鋒, 我們的人養永遠都解不開 我不想再見到你 你給我爹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 田兄是妙某所實 但是田家家產 田某根本沒有霸佔 少說廢話 這麼晚我就殺了你 蔚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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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藍, 我不想傷害你, 快點停手 你殺了蔚藍, 停手 蔚藍 蔚藍藍, 我就殺了你 蔚藍, 我就殺了你 蔚藍, 我不會放過你的 蔚藍, 我不會放過你 蔚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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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藍, 我一定可以殺到苗卓鋒 要為爹在天之靈 蔚藍, 說到底你的武功都比不上苗卓鋒 報仇的事, 不如放棄吧 蔚藍, 為爹報仇是我當年的心願 現在這個仇人就在我眼前 我絕對不會放棄, 非殺他不可 你和苗卓鋒的武功相差太遠了 娘擔心你會出事 你是娘的命根 娘, 你相信我 只要苗卓鋒還在世上一天的話 我也有機會殺到他 就算命功不行, 我不算也要 三哥…這次大件事了 甚麼事? 老闆, 要開除我們 甚麼事? 宋小姐, 請了大批外散民工回來 那些民工的工錢低, 是來代替我們的 是呀… 有件這樣的事? 是真的 三哥, 你看, 他們來了 我們去看看 去… 這是甚麼意思? 為甚麼請了外散民工? 我也不太清楚 是宋小姐請他們來的 不是開除算是甚麼? 是呀… 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去問宋小姐 是呀… 大家冷靜點 宋小姐對他們這麼好 她不會慢慢開除我們 不是開除我們 那這麼多外散民工做甚麼? 是呀… 是呀… 開除我們, 為甚麼這麼多外散民工? 可能她另任安排 你說吧 大家先搞清楚這件事 鐵條三, 你對宋小姐有意 當然是看她說好話 三哥, 如果沒工作還沒飯吃 無論如何, 我們也討過公道了 是呀… 這樣吧, 三哥 我們去問清楚她吧 發生甚麼事? 小姐 你們甚麼事這麼猜躁 宋小姐 她們想知道為甚麼突然叫這麼多外散民工? 是呀… 是呀… 我們有沒有犯錯也沒有偷懶 而且我們有氣有力, 盡心盡力地做事 為甚麼要開除我們? 是呀… 是呀… 誰說要開除你們? 你請了這麼多外散民工 你打算怎樣開除我們? 是呀… 是呀… 雖然你不是明文開除我們 但是你降下我們的工錢 我們沒有飯吃 不能夠養妻活兒 那你就是變相叫我們走 那你就是變相叫我們走 是呀… 是呀… 不夠工錢, 我不走就不行 沒錯 真的要說清楚 是呀… 大家靜一靜 是呀… 大家靜一靜好不好 好呀… 大家靜一靜 聽到宋小姐有甚麼說 我想大家誤會了 我沒有開除大家的意思 反而我在準備開藥廠 需要更多的工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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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都說宋小姐 不會代薄我們的 是你們不相信我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怪錯了你 不知者不罪 我是不會怪你們的 過兩天, 新的藥廠就開工了 這批文工不過是幫你們的 熟走一下這裡的運作 絕對不會影響你們的工錢 是呀… 大家明白吧 我們明白的 我們馬上開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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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姊橋先生, 你過來吧 好… 宋小姐, 有甚麼吩咐 你知道我要開藥廠 我一定會很忙的 我委任你管理這個貨倉的工人 那豈不是做管工嗎 以後工人的事就由你做代表 你跟我說 謝謝宋小姐 我會盡力的 凡事都會有商量的 盡量跟我配合 好… 吃飽了之後呢 今晚就好好睡一覺 養精蓄銳 從明天開始努力工作 我一直都努力工作 沒偷過爛了 早兩天 我只看你在貨倉後面睹眼睡 今非偷爛, 那是甚麼 就算吊頸也要休息一下 無論如何也要做好貨倉的工作 千萬不要辜負宋小姐的期望 照我看, 是你也有期望 當然是 反正這裡只有我們三個 你就承認他 對, 承認他 就算是盲的 看得出你對他有意思 對了, 看事實我不怕承認 我是對他有意思, 那怎麼辦 犯法嗎 難得宋小姐她對我另眼相看 要不然, 怎會讓我管工做 橫看怎麼看, 我們也是個粗人 當然 怎麼會得罵人家 你呀, 別犯了 不是, 賴蝦沒想吃天鵝肉 這裡只有燒鵝肉, 吃吧 三哥, 你說還要努力一點 不是一個人托兩個人的貨, 是不是 托你們兩個, 我也滑滑有餘 鐵條三, 你怎麼一個人托這麼多東西 不要緊, 我有氣有力, 應付得來的 我怕你扭傷筋骨, 那就不好了 宋小姐, 你儘管放心 我們三哥夠氣夠力 托十斤八斤的東西都沒什麼問題 這些一兩斤重的貨, 難不了他 宋小姐, 我們三哥剛剛做了管工 沒時間練功夫 現在這樣托課, 當作是練功的 你真的很大力 不過看看你, 整頭都是汗 抹一下他 好, 進來 宋小姐, 你去找我嗎 是啊, 坐 我知道你做事很勤勵, 我很欣賞 不過要記住, 安全第一, 知道嗎 宋小姐, 你放心 我鐵條三天生神力, 有武功根底 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不管怎樣 不過貨倉快要安裝運輸或輪 到時候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鐵條三, 你和王麒英是否朋友 是啊 那最近你有沒有他的消息 不知道他找到為了沒有 田姑娘他就找不到 鹽巴山他就遇到過 鹽巴山? 是啊, 那天他找田姑娘的時候 被鹽巴山偷襲受傷 幸好我經過救他一命 那他現在傷得怎麼樣 他要過南拳王師父悉心照顧 應該沒甚麼問題的 小姐, 田大娘想見你 田伯母 蘇小姐 田伯母 蘇小姐 你一定要幫我找王少爺 救救我的女兒 伯母, 你起來吧 你慢慢說, 起來吧 有甚麼事倚民能夠幫忙的 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其實我是希望王少爺能夠說服衛南 到底有甚麼事 自從衛南見到殺父仇人之後 他就立下心著要報仇 不管我怎麼勸他 他也不肯放棄 再這樣下去 衛南一定會死在苗卓鋒的腳下 伯母, 不要哭了 現在只有王少爺可以說服衛南 但是我又找不到他, 所以… 伯母, 我幫你找綺英 我幫你找到綺英 進來吧 綠師父, 綺英 綺英 倩文, 來了 你來得正好, 陪綺英聊天 他常常在這裡練功, 就來悶死了 這個師父真是的 綺英, 看來你的傷勢好多了 是呀, 全教師父的照顧 和你來探望我 對了, 你怎麼知道我受傷的 鐵橋先生告訴我 不過我這次來是受田伯母所託的 你見過田大娘? 那綺英呢?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她 我這次來就是為了綺英的事 綺英發生了甚麼事?田大娘說甚麼 田伯母希望你能夠勸服綺英 不要報仇 報仇?她向誰報仇? 北腿王, 苗卓鋒 甚麼?原來她殺父仇人就是苗卓鋒 買了…很漂亮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起來 走…走… 走… 走… 走 桂蘭 明師父, 手下, 桂蘭 桂蘭 桂蘭, 桂蘭, 桂蘭 苗師父, 桂蘭她怎麼樣 你放心, 我只是打暈她 她的傷勢並不嚴重 我們再休息兩天就會康復 好好照顧她 前輩, 我不是很明白 既然桂蘭要殺你 為甚麼你還要救她 難道你不怕她就找你報仇嗎 當年我殺了她爹 今天她為父報仇 她根本沒有錯 我為甚麼還要殺她 前輩既然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當年比試既打敗桂蘭爹 為甚麼還要殺她 這件事我從來都沒有告訴別人 難道容若有真相 奇瑩, 你是我的亡年之記 我就告訴你 這件事已經是很多年之前的事 當年她爹是北腿王 是北方很有名的腿王 很多人為求一夜成名 而不惜跟她一致 結果每次必定吐血身亡 當年我因為年少氣盛 都想成名納馬 所以約定跟她比試 結果我無意中發現了 她百戰百姓的秘密 甚麼百戰百姓的秘密 在她的鞋頭 竟然適合一塊磁鐵 難怪每一個被她踢中的人 都一定吐血身亡 所以我很失望, 也很生氣 我直斥其非 我覺得再比試下去的話 已經沒甚麼異議了 在我想走的時候 她就老修成路 竟然想殺我滅後 我是為了自衛才殺她 真想不到一代宗師 畏舊虛名 竟然出紙下策 落得這麼的收場 齊輩, 為甚麼你不把真相 告訴慰藍 慰藍一直當她爹是蓋世英雄 如果說個真相給她知道 我真的怕她會受不住打擊 這個女孩失去爹已經夠可憐 我不忍心她再受到傷害 但如果她再找你報仇呢 以她現在的武功, 她想殺我 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是怕我會傷害她嗎 你放心, 我是絕對不會傷害她的 前輩人者風範 其英實在敬佩不義 不過, 我有點不明白 以前輩的胸襟 怎麼會助袖為虐, 為虎作槍呢 嚴家父子倆狼狽為奸 嚴巴山更種旨行兇 而她兒子嚴鐵虎更貪圖美食 企圖要迷奸慰藍 幸好我及時趕到 慰藍才不會蒙污 嚴鐵虎原來真的你殺 沒錯, 當時那個嚴鐵虎 叫我救了慰藍心有不甘想暗算我 所以我在自衛之下把她殺了 其實嚴家父子的所作所為 我亦早有所問 可是這次我聽說 是在閻巴山請前輩南下的 他們是想請我來殺你 但是我這次南下 主要是想了結一個我多年的心願 要嘗這個心願 就要勞煩你幫我一個忙 這封挑戰書 請你幫我交給你師父綠藍才 原來前輩多年的心願 是想跟家師比武 不過家師歸人多年 他為了救你 不是已經重出江湖了嗎 但是... 奇瑩, 你儘管放心 我主要是想一嘗多年的心願 跟你師父比武 亦是武藝上的切磋 點到即至 希望你能夠成全 那好吧 晚輩一定會把這封信 交到家師手上 相信家師也會很高興 妙老賊 奇瑩, 一切拜託你了 妙老賊, 你出來 媛老賊, 你出來 你們醒了 你沒事吧 媛老賊, 去哪兒了 前輩走了 走了, 走了到哪兒了 我要找個報仇 威達...你聽我說 苗卓風武藝高強 報仇這件事你還是... 奇瑩, 你一定要替我報這個仇 衛楠,我... 幹甚麼, 你怕了他的 慧劉, 俗語說冤家而解不易結 冤冤相報何時了, 算了 不行, 你的手不報的 我爹傳言有知, 別原諒我 其實你爹他... 我爹怎麼樣? 其實你爹也不想看著你 為他報仇, 而失了一條命 桂林, 江湖上面 恩恩怨怨誰是誰非 有誰計得清楚 只怕一旦怪錯好人 就會莫及 你說甚麼? 你說那個苗老察是好人? 我覺得前輩是一個光明磊落 胸襯綁闊的大丈夫 黃麒英, 那個苗出風是大丈夫 那我爹該死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凡事要三思而後行 在未有真相之前 我們不應該草出而為枉送人命 真相就是當年這個老察求命深切 把我爹打敗之後 還要下毒手殺我爹 我爹, 這麼無恥的行為 人人得而諸之 現在你還說她是一個光明磊落 胸襯廣闊的大丈夫 我真的不敢相信 你會說這種話 黃麒英, 我這個仇一定要報 一句話, 幫還是不幫 慧藍 沒了你, 我也可以為我爹報仇 慧藍, 慧藍, 慧藍 娘 慧藍, 你是不是去找那個聖苗的 慧藍, 如果不殺了這個苗老賊 唯一爹報仇的話 我勢不為人 慧藍, 還是不要再去找那個聖苗的報仇了 你看, 你已經被她打傷了 如果她再對你下毒手… 娘 慧藍 慧藍, 你是不是不聽娘的話 你是不是要死在她的手上 要娘孤苦伶丁一個 在世上受苦 娘, 女兒不是要你受苦 只不過我真的控制不了 自己的情緒要殺苗老賊 我心裡就像屯火那樣燒緊 我非要為爹報仇不可 殺不了這個苗老賊的話 就算我生於世上也沒有意思 娘, 你不要再勸我 我們也殺了這個苗老賊